受到疫情影響 金融截至4月29日 已经有12所学校全面停课 6间预防性停课 不少家长都在问 6到11岁学童何时能打到疫苗 该选莫德纳或BNT 疫苗接种的意愿书 还有教育部所提供的卫教单 由学校来发送给我们的家长 我们估计如果是从今天发放 然后到7天的考虑期 我们最早可以在5月4号之后 如果一切准备得以的话 在5月4号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来启动 为学童来施打疫苗的计划 不过你刚刚有提到BNT的部分 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BNT的疫苗 虽然中央有公布 已经签约 但我们并不确定 BNT的疫苗到底什么时候要来 所以有关于小朋友施打疫苗的部分 这个还是尊重家长的一个选择 那在相关的一个卫教单里面 也有把这个相关接种疫苗的这些 基本的这些尝试或者打疫苗之后 它会有哪些的一些作用等等 充分的告知这个家长 那有一些家长他可能比较急 所以他可能会选择 这个施打莫德纳的疫苗 那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不急 然后他觉得他选择要做一个等待 我想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都予以尊重 不过就地方政府来讲 我们目前是只有接到莫德纳疫苗的 这样子一个接种的一个规划的通知 那至于这个BNT的部分 可能要看最后BNT的疫苗 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的回到国内 那个时候我们在遵照 这个CDC的一个指引 还有他们的一个规划要求 我们来进行后续的BNT的疫苗施打规划 而基隆市宣布居家防疫不停学 推动实体和远距融合 市长刘昌说这项措施将是未来趋势 宣布了居家防疫不停学 那在基隆我们推动实体跟远距融合上课 的这个措施 那教育部还有各县市的教育局处 在昨天也纷纷来基隆询问 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做法 而教育部也已经把基隆的这个案例呢 po在教育部的一个网站上面 来提供给各县市来做一个参考跟学习 那因为我们并没有花大钱 而是在现在我们基隆市各个学校 现有的这些设施设备上 就可以来操作的 所以这个在各县市上面呢 具有它的一个可参考性 那我们相关的这些措施呢 其实在上个礼拜我们跟全市的校园长会议里面 就已经充分的讨论 并且各校也分享相关的一个经验 实际上在我们本市大多数的学校里面 在部分的班级其实都有进过进行过这样子的一个 试验性的一个操作 那也在这个会议里面大家达成共识 这个可以作为在我们疫情期间 能够去照顾所有的学生 学习的这个 它的一个需求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也是必走的一个趋势 所以大家都同意朝这个方向来进行 那公布之后其实在这两天也得到很多的家长的一个回应 大家都蛮肯定的 觉得提供给我们的家长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 那另外也要说明一下 其实最重要的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很多的同学这个确诊 而且这样子学生确诊的案例 其实也一直在增加 教育部将基隆的教学影片纳入资料库 分享全国学校参考 希望在疫情未趋缓下 老师学生的教学和学习都不会受到影响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教育部门